谢霆锋带着三个孩子去探望自己的父亲谢贤 近日,据有网友爆料 相同年轻男性谢霆锋曾带着三个孩子去相产看望 他的老父亲谢贤让网友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一次谢霆锋不但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而且还把张柏姬的第三胎小王子也带上了 三胎小王子和两个哥哥一同去了谢家 这让网友们感到非常的惊讶都遭遭老太 谢霆锋是怎么了 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呢 当年的谢霆锋不是很排斥张柏姬的三胎儿子吗 如今怎么就把三胎小王子带在身边呢 这个态度转变的不是一般的大 想当初自从谢霆锋和张柏姬离婚后 就很少关注张柏姬 就连自己的癌字也是默不关心 甚至当年张柏姬生下三胎后 被质疑三胎儿子是不是谢霆锋的 而谢霆锋也只是冷漠的发文庇谣 说三胎儿子不是他的他只是前两个儿子的父亲 但他和他没有关系 众所周知前两个儿子是谢霆锋的 而谢霆锋也会偶尔是看望他自己的两个儿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 自从谢霆锋和前女女王妃配合后 谢霆锋看望自己儿子的次数是少得可怜 或许谢霆锋是为了不让你灭王妃生气 还没有经常去看望儿子们 但是这一次谢霆锋却一反常态 不仅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还带着张柏姬的三胎儿子去看望他的老父亲谢霆 据网友说 当时的张柏芝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的兴奋 于是还向王妃告知了这件事 王妃面对张柏芝的挑衅 虽然嘴上说着没事 但是心里未必是这样想的 但是王妃知道孩子就是谢霆锋的新头肉 他要是真的爱谢霆锋想必他也不会斤斤计较 以上的消息虽然会经证实 但是不少网友认为谢霆锋不可能接受了 张柏芝的三胎儿子 带上三胎儿子可能是谢霆锋的意思 谢霆锋可能是听了谢霆的话 特意把三胎儿子带上了吧 因为张柏芝不管是在离婚前还是离婚后 一直都很孝顺很照顾前公公谢霆 而谢霆锋也都是看在眼里就在心里 所以谢霆曾公开表示 自己只认张柏芝这个儿媳妇 不管以后他有了别的孩子 只要是张柏芝生的 我都会把他当亲孙子一样看待未词 网友们纷纷为谢家老爷子竖起大拇指 但也有不少网友猜测 认为张柏芝的三胎儿子是不是谢霆锋的 不然为什么三胎小王子都这么大了 已经三岁了 亲生父亲却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来相认呢 这莫菲是另有隐情吧 据说后来王菲因为谢霆锋带三个孩子去看望 谢霆锋而生去好长时间都没有理谢霆锋 话说如此 这件事是真是假的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很多人对谢霆锋带三个孩子去看望 谢霆锋光相看都欢欢为谢霆锋点赞 为此您有什么不同的观点看法吗 欢迎留言订阅 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延塞 我这个云居ß 诶 办